报告的力量 读经 司徒行转十二章五至十七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虑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讨告神 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立旁 拍醒了他 船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船 束上带子 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船 披上外衣 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仗 过了第一层 第二层监楼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见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过来 说 我现在真知道主差现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欺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派望的 想要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无憎马尼亚家去 在哪里有好些人聚集图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得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的故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风链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造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 又说 你们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中帝兴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念 这个是多么奇妙的祷告聚会 请你再读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事实上当时可能最低限度有两个祷告会 一个在约翰马河的母亲 玛丽亚的家 另外一个在主的兄弟雅各家里面举行的 我们可以参考第十七节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造声 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 又说 你们把这事 告诉雅各和中帝兴 于是出去往别处去念 他们切切为域中的彼得祷告 听他们的祷告一定很有意思 他们肯定是求神保守彼得 但是对于神会怎样帮助彼得 却是可能各有主见 我们岂不是亦都经常这样祷告吗 不过神仍然以爱回应 而且令我们惊喜 想不到希律第二日就要处死彼得 而被两条铁链锁住的彼得 居然在两个兵丁中间能够睡得很难 那场情景实在是不同寻常 基督曾经告诉彼得 他联络的时候 要被人促上 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又行福音二十一章 十八和十九节 彼得虽然不能够完全明白那番话 但是他却有足够的信心 将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 跟着天使突然显现 天使曾经有不同的显现 有些时候是天使的形象 有时是医人的形象 以为天使不能够不摇醒彼得 还提醒他 要束上带子 穿上鞋 然后他们一同离开监狱 彼得回到他熟悉的环境 天使就离开他了 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彼得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立刻赶往玛尼亚的家 在里面图过的信徒 不能够相信彼得在敲门 到发现真是他的时候 自然就是惊喜万分 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们对彼得的动向就所知不多 使徒行传的作者将焦点 转移到新的领袖 就是使徒保洛的身上面 据教会传说 多年以后 彼得在罗马被钉十架寻导 这位伟大的渔夫 终于完成了神呼召他的工作 而且在神的时间 将他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主 就是那位昔日 在加利利海边呼召他的主 彼得对主在知死做生命 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